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她自称刚刚收到了来自妈妈的最新消息 那就是母亲怀了二胎 而且已经正式确认了 对这个消息来宾们也是有些傻眼 毕竟谁没事会把这么秘密的事情拿到公开场合谈论呢 但是事情发生之后倒也产生了巨大的热度 不少粉丝都是在网上留言 祝贺黄明浩要当哥哥了 只是如果你了解黄明浩的话 就知道为什么她愿意把母亲怀孕的事给分享出来 而且还这么的高兴了 因为黄明浩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分开了 再加上她是练习生的原因 母亲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 把黄明浩拔扯大不容易 之前黄明浩自爆妈妈今年找到了新的另一半 她非常替妈妈开心 因为新老公的出现 终于有人可以帮助她照顾妈妈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不要以为黄明浩的妈妈年纪已经很大了 其实在之前的演唱会上 黄明浩的妈妈也是出现过 穿着打扮都非常的新潮 简直优如20来岁的少女一样 其实2002年出生的黄明浩今年也不过才17岁 还未成年呢 而她的母亲身材非常纤细 气质也不错 虽然也算是高龄孕妇了 但是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也是着实不容易的 不少粉丝羡慕黄明浩的妈妈包养的如此之好 不敢叫阿姨只能叫姐姐了 虽然很多人都不希望母亲和别的男人再有一个孩子 如此一来的话可能母亲的爱会有所便宜 但是黄明浩却明显比同龄人成熟的多 也大气的多 不仅替母亲高兴 而且也准备好当哥哥了